终于终于找到了 终于找到了 终于找到这个小松鼠了 他原来爬到这边这棵树来 现在在树上休息 哇在吃水果 看到吗大家看到吗 他在吃东西 是在吃水果 来到在这边有梅树 这边有梅树 在这边的梅 栽了梅 然后从这边爬到那边去吃 在那边树上 大家看到吗 他在树上吃梅 吃梅 来个最近的镜头看看 现在这个是最近的镜头了 看到吗大家看到吗 他在吃梅 绿色的 是梅还是什么东西啊 好像很大块不像梅哦 是什么水果什么东西 他吃的非常的滋味 后面有一只鸟从后面飞过 这松鼠很小很小 大概就是 二十多公分这样 长度二十来公分 我再走近一点 再走近一点拍 大家看到吗 就在镜头的正中间 他好像不怎么动 哇 我一打打打打 他马上有反应了 大家看到他 在马上 那个头转到我这边来 看到吗 刚才 松鼠 小松鼠 他居然不理我 他居然不理我 不打理我 小松鼠 不理我 就再走近一点 他有警觉性呢 他开始有警觉性了 开始要跑了 跳到那边去 跳到树上了 往上面高的地方跳 再爬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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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好快好快 跳到那边去了 大家看到镜头 差点都不捉 不捉不到他了 在那边在那边 往那边 树岗那边爬过去 哇 他很清楚 现在有人在跟踪他 跳到树林里边去了 跳到树林里边去了 小松鼠 躲起来了 不见了 不见了 松鼠是非常灵敏的 非常敏感 非常灵敏 感觉他也非常的害怕人类 这种野生动物就是这样的 他又跑到这个梅树这里来 这里有梅 梅树 这里 应该是躲在这里面了 躲在这里面了 但是 找不到他的影中 找不到他的中影了 中手 关注 现在又躲起来了 好了 不搭着他了